说这些年呢 大家伙对于名画的关注点挺高的 尤其是模仿名画的热度 就是照着名画中人物的样子 做出同样的造型 近日江苏苏州泰仓一家护理院的老人们 模仿世界名画在网络上走红了 看完了他们的作品 我们只想说一句 爷爷奶奶们 你们这么调皮 你们家里人知识都没有这个 咱们给大家看一下图 一边看图一边说话 这86岁的蒙当丽莎 89岁的玛格丽特 还有86岁的卓别林 一名身着短袖中裤的爷爷 换上西装戴上礼帽 再组上一根手杖 摇身一变成了chaplin的模样 网友留言神童部 仿佛get到了作品的灵魂 这个据创作这些照片的 护理院的社工们说 说这些老人平均年龄 已经85岁了 最大的94岁 他们不光是模仿世界名画 还拍摄各式各样的时尚大片 一个比一个年轻 一个比一个有魅力 据了解最开始的时候 老人们觉得早新奇特 不太愿意尝试 后来看到拍着这个模仿照片以后 觉得非常惊艳 简简单单的道具 竟然可以模仿出一幅名画来 而且你知道老人家的那个眼神 跟表情当中真的是有味道的 是啊 第一批模仿照出炉之后 老人们就忍不住去兴奋地 跑到隔壁房间 就炫耀给其他老人家看 也那其他老人也纷纷报名 想要拍摄自己的专属模仿照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有好多有趣的花絮 比如拍摄头顶面包的女孩 老人在模仿的时候就用了两个大枕头来代替 太可爱了 但是两个枕头怎么也放不住吗 刚摆好的造型准备拍摄的时候 这枕头就掉下来了 然后当时老人就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 是另外一位老人在旁边帮忙用手扶着的 拍摄照片给老人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兴奋和欢喜 在汤章中有一位早年丧子的老人 在护理院也一直比较孤独 通过这一次活动老人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你发现没有 其实不需要有很大的场地 也不需要有很多专业的道具 利用有限的场地和现有的服饰 就可以逗老人家这样开心 这是多么难得的体验 给老人院的护理人员们点个大大的赞 他们明白对于古兮之年的老人们来说 日常护理不是他们的生活的全部 在这里的老人们害怕孤独 他们也渴望快乐 渴望关怀 你们的点子是有创意有爱心的 是啊